杀起了,又顶了,哎呀,这一套,又扬住了一个 看来,光法也要倒下啊 Moscow 这是改变一种新的改良方法发音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了 33分钟,那么这一方已经没得打了 这些猴子在野外打钱,猴子在野外骚扰啊,干客啊 结果毛没有骚扰到,毛没有干得到 完全浪费自己青春,浪费自己生命,浪费这个 浪费天天军团,可这个天天军团人民对你的期望啊 飞到塔了,直接飞到下面来拿,手下一个塔 猴子再不走就倒了 还好跑得快啊,跑得快 显影城甩了,但是没有人 显影城用光了,猴子乐了 再买点显影城吧,遗物已经好了,六次还有 这边是在打野啊,飞走了 船长也可以打会前方,这一刀身上就真的很嗨啊 哦哦 左边是谁,卡尔在推线 卡尔这装备,我觉得团战也没有起来什么作用 该死还是死啊 中中去了很多假身 猴子最大的猴子团战之前必须要存很多的分身 一旦分战数量不够了,猴子团战很难发挥这个作用啊 所以说,一旦你野外突然开启战斗的话 猴子就很伟 猴子也没有出换衣服啊,留了散事想看看呢 他钱可能也不带给我出换衣服我觉得 所以猴子的英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呃,不是那么好用的 一定要把这个范姆跟杠克平衡点找好 对于这样的异性来说 他范姆也范姆不过 诶诶诶,这边是杀人了 不好意思啊 我都错,我都错 他被可算杀人是天火杀的吗 没太注意 中路聚了三个人,牛的话 那以前其实查克拉配刷新球还是挺猛的 因为以前蓝不够,查克拉安百分比回蓝 直接你刷新些就可以再放了 现在查克拉安这固定蓝的话 可能像牛啊刷新啊 这种操作可能不太那么好用了 那么光法也确实不能每个技能都增强吧 那现在光法也不能换我卡位了 换我已经被去掉了 我这换我这个长得太像蝌蚪了 所以直接被SFOG以这个危害精神文明建设给做掉 雪晶石 又是雪晶石 看来最近很 最近在广大南市中间很流行雪晶啊 这个 不是一个好兆头 下路 这个塔还是到死没推下来 这边 今天可能准备要推了 看一下前期的震魂石 狂 当然也可以好流 我们这里介绍一下 巨头术是可以出这个双剑的 双剑的时候就是说你出残废的时候 你不激发本身另法球 所以说实际上等于不浪费的 以前巨头术很利用三刀流 那么现在6.57里面已经不能够三刀流了 所以说可以改双刀流 所以在这个到底出黑皇还是出 双刀我也不好哦 下定论 下定论 他这个场面我觉得还出黑皇可能好用一点 如果他要撑血可能早就出双刀了 没必要用震魂先撑血血 出来了单独练野 这边卡尔拍两个假讯 这个小伙来探一下情况 遗物哎猴子也憋出来遗物了 上塔 顶起 好多往这边 这可能是最后一波团战的我怀疑 因为这波 哦 戳起 哦 一个跳大 弹了一下 灰药优鬼 剧毒一个大 无奈一个大 这两个大 直接让他高like 这边 到了holy shit 继续在追猴子 有什么用这样比赛 啊猴子人呢 在在后面呢 徘徊了 holy shit ho 追不求 追不求 这边再来 这边四杀了 塔下能A死我吗 再A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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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holy shit 追不求 又四杀了 这对方一个团灭 啊 这个直接GG 没得打了 你都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了 这阵容的确 团控跟爆发 我看到团控的话 这样窝囊一个大 就是一个大这两个混乱 船长再一个大 这三个混乱甩上去之后 对面完全没有阵型可言了 所以说 真的挺硬闷的 嗯 这边上路高队 开服务也没用了 也是要开的 这边 先这里吹一下干什么呢 抢A 羊刀的船长 你过来可能是要被单杀的 本来一个标记很烦人 再加上一个羊刀 更烦人了 这边还是在苦苦支撑啊 近代方 猴子这样的英雄 完全不能跟幽鬼对抗的 而且卡尔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对这场比赛 趴费的卡尔非常失望 或者说我对 帽子这边 站住的执行者啊 策划者 我可能非常失望 虽然你拿着宙斯 但你宙斯没有一个稳定的输出环境啊 是很郁闷的 我们说输出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输出的环境 对不对 如果你输出者 前面没有一个人帮你挡 见面别人跳来啪啪给你秒了 你说你郁闷不郁闷 你输出再高 你他一下能打100万滴血 这没用啊 放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啦 这个 啊 什么事情都是矛盾的 是吧 就两面 从两面看 宙斯是个很猛的输出点 但是没有好的队友 帮他 做输出环境的话 只是依靠风骚走位 是完全不够的 卡尔虽然能指导混乱 但他这个混乱 不是先手型的混乱 而且呢 天天方 单单独收割的 又只有猴子一个人可以单独收割 你说这这这些人怎么去收割别 啊 完全被进入这边 优鬼跟 优鬼那两个人 可以四处的收割的 嗯 红杖好得那么早 啊 继续来探 卡尔还在点快 一千五的血 不知道你留这么多钱干什么 有什么用 能给团队带来什么 好了 这边是猴子 是换衣服吗 没有 还是打出来的 他出了遗物 但是没有灰药 进行方这边 又没可能 续航也是挺猛的 续航 这边我们看 还要再打一波 这边 已经即可齐了啊 也尾出了个大幅度 两千一的血量 这一下 就更风骚了 这样如果 论过技品就更好了 有续航的话更完美 虚虚更健康 啊 有续航的话可以多打很多下的 但是支配的话不要 因为要闪失这个法球 所以输出 假身 标一克 下路卡尔 这卡尔也不能同时存在四个 你招两个前两个就没了 好 鬼爪支配 不知不觉 这个船长也能出这么多 这边一个 大家 这个船砸得非常漂亮 holy shit 这边抽死一个 再散失一个 大显影城 完全没有悬念 再一个holy shit 已经是double q 啊 这没能打了 大杂来顶你 顶死了 啊 当楼主日子不好过啊 显影城甩 去死 好了 这场比赛也没注意了 老大师用的船长 可能我老忘记介绍队员 天方也是打出基地 我简要总结 在这场比赛前期来说 啊 这个 中路的NA跟船长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基本上算是压制住的光法 跟猴子 因为抽篮跟这个 船长的监制是两个比较消操的 虽然对面有法力流失 那么下路通嘛 前期表现很不错啊 虽然送了一血二血 但是 最后呢 平静他 这个坚持下来的solo 把这次行动 果断压制住了 所以这场比赛呢 那么左边的话 沃拉克加优鬼的前期表现非常差 啊 非常差 当然也跟卡尔现在的详细有关 这种冰 冰火系的打法 不过两个人走位方面 还是没太注意啊 直接被对方 杀几次 所以说前期的话 MVP应该是给 TOMPA以及NA 包括老大的船长 那么在中期的话 我觉得 嗯 中期地球四个打得相当不错 几次抓 都抓到了对面的老牛 就直接限制对面的 一个后期的发育 啊 就不是后期发育 是团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点的发育 就导致每次打push都很舒服啊 几次大也秒的不错 沃拉克的中级的大甩的非常漂亮 帮到后期甩的也非常漂亮 几次都跟船长的搭 包括跟队员的收割配合非常完美 啊 天鹰鸿海耀的这个辅助真的非常稳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之前可能没法补FB镜头了 然后可以 抱歉一下好吧 好 快要吃饭了 那我是加肥炎 希望你多多关注我的节目 多多关注到他冠军杯